曾为英国政府工作近两年的香港公民郑文杰 在今年8月到中国出差时被拘留了15天 日前他首次对BBC披露他被捕的细节 以及他被指控煽动香港的政治动乱 在中国遭遇到酷刑 而在此之前中国警队外表示他是因为嫖娼而被拘留 综合媒体报导 深圳罗湖警方21号公开了郑文杰步入某会所 跟他接受审讯时认罪的片段 显示郑文杰在今年7月到8月期间至少三次光顾该会所 罗湖警方表示此案纯属普通的治安案件 而且证据确凿 官媒《人民日报》也强调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 有关影片也获得深圳罗湖公安的官方微博转发 美国众议院昨天表决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最终以417票赞成 一票反对压倒性的通过 不过法案之前一直获得两岸一致的支持 那么究竟是谁投下这唯一的反对票呢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CMN记者博德指出 投下反对票的是共和党籍肯塔基州众议员马希 他转述马希的话表示 他个人90%同意法案 但是过去不曾投票支持制裁一个主权国家 而法新设计者坦登的观察是 针对美国的外交政策 马希提倡减少干预主义 至于川普总统是否会签署法案 白宫尚未正式回应 但有美国官员透露 由于法案已经获得了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一致通过 就算川普想要否决 难度也非常的高 香港世卫运动持续五个月 市区街道跟校园设施 都有不同程度的损毁 但是中国官媒今天却点名 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应该要负责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央视发文提到 随着香港进入了个人税的申报期 中大申请巨额的资金来维修 被暴徒毁坏的校园 势必会引起纳税人的重怒 段崇智之前姑息暴力 不分是非黑白谴责警方 现在却向政府伸手要钱搞装修 请问香港市民会怎么想 这种纵容暴力的后果 难道就该由纳税人共同承担吗 此外央视更引述香港多个警察协会 写给段崇智的信批评 大学校长应该要引导违法的学生 来为错误承担法律责任 而不是利用大学的名义跟公信力 来包庇他们 目前还无法估计 修复香港究竟需要多少的资金 但光是8月份被示威者破坏的九龙湾智慧登注 最少就损失了280万港元 如果香港的暴力继续横行 就会侵蚀到繁荣稳定的基础 到时候全社会每一个人都要为乱举来买单 香港理工大学沦为港警跟示威者的对峙战场 继19号晚间20多名义务急救员撤离之后 隔天最后留守的7名急救员也撤离 等于校内已经没有医疗人员 能够再为示威者来治疗 综合港媒跟今日新闻报导 留守到最后的赵姓牙医透露 有示威者为了脱逃 从高处摔下严重骨折 但却被警察阻挠送医治疗 许多人员身上几乎都有伤 各种伤口都有 盖明牙医表示现在校内已经有人发烧 加上环境条件太过恶劣 可能再过一个礼拜就会爆发瘟疫 很可怕的是 所有人的心理状态都已经到了 很绝望又软弱的程度 也许快要撑不下去了 盖医生表示 他也曾经在中文大学冲突时 在现场担任急救援 但中大的医疗条件专业许多 相较之下 理大的情势很不乐观 报道指出香港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元表示 校内的义务急救人员大致都已经离开 可能还有个别留守的人士具备急救的能力 目前红十次会 圣约和救商队 消防救护等都已经将电话号码留下 需要的人可以联系跟询问 在这一次香港抗争运动当中 言论自由受到打压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就连记者采访也被警方喷胡椒 甚至逼迫下跪 苹果日报报导 趁着国际人权日期十周年 民政人权阵线计划在12月8号举行集会 呼吁香港市民踊跃出席 一同要求港府遵守世界人权宣言 以及适用于香港的联合国人权公约 来履行国际的人权责任 维护人道主义跟人性尊严 据了解这一场集会的地点在维园 主题是守护香港和逆同行 当天下午2点开始活动 目前正在申请不反对通知书 美国纽约时报独家取得403页 中国至江政策的内部文件 揭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要求新疆官员仿效美国进行反恐战争 让维吾尔族的年轻世代 能够效忠共产党 并将他们的家人关进再教育营当人职 而反对该做法的官员下场就是遭到清算 这一份庞大的外流档案文件 揭露了习近平跟其他官员的内部演说内容 还有监控新疆维吾尔人的指令跟报告 另外还有内部调查跟官员的报告 凸显的中共确实有计划 扩大压制新疆的伊斯兰信仰 根据媒体报道 其中刹车县县委书记王永志 就是因为忧心习近平的政策 只会让汉违之间的旗舰更大 而且有所反制 他在去年3月被指违法违纪遭到双开 官方指他政治蜕变 经济贪婪 善权妄为 道德败坏 但纽约时报的文件却披露 王永志被当局处理的原因 是因为他下令释放 其前名被居查的维吾尔人 也就是无视党中央的治疆方略 跟自治区党委决策的部署 甚至公然的对抗 对此根据中央社报导 长期研究新疆问题的 美国学者米华箭头书纽约时报 直言中共整数这一些官员 形容走回毛泽东时代的老路 显示中共再一次的跟现实脱节 根据内部文件 王永志在自白当中坦言 外人对新疆在地情况欠缺了解 他批评上级好高骛远 决策部署跟基层实际差距大 不能照搬照套 除了王永志之外 曾经担任中共阿克陶县委书记的古文胜 也在同一个时期遭到罚关 米华箭指出 尽管文件未提及这些汉族官员 是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才起而反抗 但至少显示是考量到现实 才会反抗上级 不过却弱地遭到罚关受惩的下场 最终只有像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这样的强硬派 把有极端思想跟反政府症状的人 全都抓起来 才是习近平实践目标 打造他所谓成功的新疆的合适人选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日前惊险胜选 正式展开第二个任期 但他可能还是无法躲开 如何改善对华关系的难题 范围报导 尽管中加关系近来有所回温 中方在11月初的时候 解除了对加拿大猪肉跟牛肉的出口禁令 但也有专家认为 不需要对此过度解读 报道引述日本NHK分析 目前加拿大面临到美国以威胁安全为由 要求盟国在5G的问题上排除华为 但加拿大通讯安全中心却认为 可以排除华为5G设备的安全风险 另外加拿大也面临到 是否要允许美国引渡孟晚舟的审判决定 特别是华为公司20号 向加拿大法院提出申请 以孟晚舟不符合加拿大双重犯罪标准为由 要求立即暂停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程序 美国驻欧盟大使桑德兰在弹劾调查听证会当中表示 自己是依照总统川普的命令 寻求跟乌克兰达成交换条件 让乌克兰调查川普的政治对手 如果乌克兰不答应的话 就无法获得想要的军事援助 并声称这一件事情并不是秘密 人人都有份 包括国务卿蓬佩奥跟副总统彭斯都牵涉在内 美国众议院在当地时间20号 继续对川普的弹劾案进行听证会 路透社报导 桑德兰在作证时详细地描述了 川普积极参与对乌克兰施压 以及国务卿蓬佩奥致力于让乌克兰发起调查 内容是针对川普在2020竞选连任时的对手 也就是民主党籍的前副总统拜登有关 他们要求乌克兰当局公开宣布 将会调查拜登的儿子韩特任职董事的公司 而且副总统彭斯也知道蓬佩奥正在做的事情 另外桑德兰声称 川普派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监管乌克兰 他是遵照命令跟朱利安尼共事 由朱利安尼负责安排乌克兰新总统 泽伦斯基访问白宫 但交换条件是 乌克兰要去调查一项普遍认为不可信的阴谋论 也就是乌克兰曾经在民主党的伺服器植入证据 以再张俄罗斯干预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由于在7月25号 川普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的时候 被指控施压 正是这一次的通话 触发了众议院对川普的弹劾调查 提到在通话前几天 发给政府高官的邮件 桑德兰提到 这件事情不是秘密 每个人都参与了 包括邮件的收件人蓬佩奥 白宫代理幕僚长马瓦尼 跟美国能源部长裴瑞 他们在邮件当中讨论乌克兰总统 是否愿意进行调查 而这一段爆炸性的发言 也引发外界的关注 由于之前的弹劾调查人 都只有二手的资料 但桑德兰身为川普的昔日盟友 让这一段话成为听证会最重要的证词之一 不过川普对此视而不见 而是引用桑德兰证词当中 对他有利的部分自我辩护 宣称已经获得证明清白 他说自己跟桑德兰并不是很熟 但他记得跟桑德兰曾经有过很短暂的谈话 桑德兰当时问他 你想要由乌克兰得到什么 而川普的回答是 我无所求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不要交换条件 所以桑德兰口中的交换条件 其实只是在告诉泽伦斯基 做对的事情就好 所以他并没有向乌克兰施压 他是无罪的 经历了五天血与火洗礼的 香港理工大学 可谓是警方和勇武抗争者的暴力对决 在警方的铁桶围困下 大部分勇武抗争者按照当局的要求自首 少数人聚首校园的人前途凶险 抗争者上网动员人海战术反包围的呼吁 似乎没有得到众人回应 过去几个月黑衣人遍地开花的现象也没有出现 有人说勇武派在理工大学遇到了滑铁炉 经历了这次的重挫 勇武派还有没有力量卷土重来呢 和理非抗争会不会取而代之 再次占据抗争的舞台 持续了五个多月的香港抗争将向何处去 美国之音报道 香港荣修全国政协委员刘孟雄认为 由于逃犯条例修订 引起香港社会深层次矛盾的总爆发 不会因为警方拘捕了香港理工大学内的抗争者而完结 他说暴力抗争从来不是反修例运动的主流 刘孟雄认为暴力抗争代替不了反修例运动 坚持的一国两制 不动摇不变形不走样的本质 而且在理工大学事件平息之后 何理非将会重新成为主流 香港开放杂志主编金钟 则引用美国联邦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麦康奈尔的观点表示 示威者不是香港的问题所在 北京的领导人应该知道 如果香港发生六四重演的情况 将会发生非常严重灾难性的后果 他批评北京对香港学生的要求 一点都不做让步 完全是以大陆传统共产党的阶级斗争观念 来看待和处理这个问题 另一方面 金钟更痛斥在香港的这场抗争运动中 官方以现代化的镇压手段和装备 来对付手无寸铁的大学生 他认为官方是强力的一方 而弱势的一方是天真的 年轻的 97后才出生的学生 这本身就说明了官方的责任 金钟认为官方的责任 最重要的就是北京的态度 勇武派之所以当道 刘孟雄认为 全是因为林郑月娥对香港市民 通过合理非方式表达意见 采取蔑视的态度 对此置若网文 才激起了勇武派趁机而起 刘孟雄表示 他反对任何暴力的行为 香港是个法治社会 暴力不能解决问题 只会制造更大更多的问题 他认为出现这些问题的责任 就在林郑月娥 金钟认为 抗争运动出现的勇武派 完全是被逼上梁山 他表示 从23条到2014年的战中运动 香港人的抗争运动 声势越来越大 但一直都是以 何理非的原则进行的 他认为是当局 把抗争运动推向了暴力 而勇武派与何理非不割席 是因为两方的理念一致的 都是为了实现香港的自由和基本法 中英协定许诺的民主 刘孟雄表示 香港是追求民主的地方 而民主的要义就是 我虽然不同意你的意见 但我誓死保卫你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和自由 他认为勇武抗争固有不及 当勇武已经冲击到香港的经济名声 以及人们道德底线的时候 就走向了反面 越来越失去民心 他强调法治是香港的核心价值 而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关键 他认为此次香港高等法院 判决禁谋面法为宪 说明了香港还保持司法独立 他呼吁民众充分利用合法的空间 去表达诉求 也就是争取一国两制的 不变形不走样 在美中关系因贸易战以及战略竞争 而受到严峻挑战之际 美国之音报导推动尼克森总统 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前国务卿基辛格说 美中两国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也就是没有一方能够主导另一方 他说如果两国不能解决双方的分歧 冲突将不可避免 而这会引发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他说他相信两国领导人会意识到 这个世界的未来仰赖于双方 找到解决分歧的途径 基辛格还认为美中之间会达成一个贸易协定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日前在美中关系 全国委员会举行的一个晚宴上发表讲话时 对美中关系的现状表达了担忧 他说当前的状况令人担忧的是 中美都意识到了双方之间的问题 但却采取了对付敌手 而非潜在伙伴的方式来打交道 这位在1972年促成美国总统尼克森 对中国进行历史性访问的资深外交官说 毫无疑问 中国眼镜中的许多方面都对美国构成挑战 但是美国现在处于这样一个时期 也就是有史以来从未出现过处于地球不同地方的 两个大国处于类似的地位 一方不再可能主宰另一方 因此双方必须适应这样一个事实 认清中美之间有这种竞争关系 他说两国都必须明白 他们之间的持久冲突是没有赢家的 如果这种冲突导致永久性的冲突 结果将是灾难性的 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说 如果中美两国带着一方可以取得对另一方永久性胜利的想法展开对抗 结果将比毁灭欧洲文明的世界大战还要遭 现年96岁的基辛格认为 中美双方可以坦诚地讨论他们所看到的危险和他们面对的机会 目前双方都承受不起一个相互威胁的政策 尽管美中关系处于困难时期 但是基辛格相信美中两国能够克服目前的紧张 而且两国领导人将会明白 这个世界的未来仰赖于双方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并控管好不可能避免的困难 他还预计美中会以积极的方式达成一个贸易协定 但这只是美中共同为世界做出贡献的第一步 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争端持续了近两年的时间 目前双方正在就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的最终文本进行谈判 但是双方能否达成最后协定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中国方面最近表示中美双方同意同时取消部分现有关税 但是美国总统川普后来表示 他没有同意取消关税 甚至在19日的内阁会议上说 如果不能与北京方面达成贸易协定 他将提高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 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也跟基辛格抱有同样的看法 他认为美中两国都对目前的美中关系现状负有责任 他在晚宴上说 尽管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川普保持着积极的关系 但是可以看到太平洋两岸的政策和叙述方式 正在对美中关系构成挑战 在过去42年来 致力于推动美中关系发展的欧伦斯 列举了美国方面挑战美中关系的一些政策与做法 包含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对中国的投资进行过于宽泛的限制 对美国的华裔展开调查 限制中国学生来美国留学 甚至威胁限制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等等 他说中国方面也采取了很多对美中关系构成挑战的做法 包含继续对美国的企业进行歧视新对待 南海的军事化 宣称美国是香港抗议运动的幕后黑手 以及挑战国际准则的侵犯人权的行为等等 他说如果中美继续朝这条路走下去的话 子孙后代将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安全 也不那么繁荣的世界里 不过他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还是充满信心 他援引他青年时代的偶像 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话说 当足够黑暗时 你就可以看到天上的星星 美国众议院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参议院版本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接下来只要把法案送进白宫 由川普签署就可以通过 但这段期间川普并未表态是否会签署法案 加上美中贸易谈判正值关键时期 为了避免激怒中国 外界一度认为或许川普会否决这项法案 不过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最快在美国当地时间21日就会签署香港法案 由于香港法案已经激怒了中国 他们多次警告美国继续亡火必将致食恶果 香港特区政府也对法案的通过表示极度遗憾 外界担忧可能会使美中贸易谈判再起变数 加上川普从未就法案发表任何评论 过去也没有对香港民族运动发表强烈支持的声明 有舆论认为川普或许不会同意签署 不过路透社报道 有知情人士说川普会签署法案 彭博社的消息来源更明确地点出 川普最快在当地时间21日就会签署 因为香港法案或许会成为美中贸易谈判的另一项利器 纽约时报认为 香港法案是美国两党少数共同达成的共识 一致挑战中国和习近平的独裁政治 对于正被通污门弹劾缠身的川普 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得罪国会 此外川普发动的美中贸易谈判至今没有结果 就算对中国大征关税 也没有让中国让步 美国几乎耗尽可以使用的手段 再这样下去 反而会损害的是美国经济 因此香港法案反而可以成为谈判桌上的筹码 因为香港是中国重要的世界窗口 香港法案一旦通过 等于牵动着香港政策法 美国未来就能以中港政府 遏制香港人权自由为名 取消香港的特殊金融地位 这种制裁是打在香港身上 痛在中国骨子里 香港经济日报认为 川普遏制中国的剧本早就已经写好了 就是先打贸易战 再升级为金融战 对中国经济发展彻底封侯 香港法案等于配合他制定的中国策略 他又怎么会出手阻挠呢 路透社也引述美国官员的话 表示美中两国目前在谈判上看起来都不愿放低姿态 但其实两国都希望能尽快签订协议 对川普来说 这可能成为他竞选连任的政绩 对中国来说也可以减轻目前的经济困境 在这个前提下 双方都可能会暂时忽略香港的问题 除非香港的局势真的恶化到有中国解放军的介入 否则应该不会影响谈判的进度 至于香港法案的重要推手 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哲表示 法案通过代表美国已经向香港能发出清楚的讯息 美国是不会袖手盘观的 虽然他不知道川普会不会签署法案 但也认为川普没有理由反对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康奈尔则发表声明 认为世界需要从川普口中听到美国对香港示威的支持 不过美国有许多专家认为 香港法案目的只是要震慑中国 让他们不要逾越一国两制的界限 实际上美国也不希望真的用到它 其实根据美国法规 香港法案送到白宫之后 川普可以选择同意签署 或是使用否决权退回国会 不过参众两院只要有三分之二的票数支持 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权 到时候川普只能接受 因此香港法案应该是可以在大家的期待下通过的 明镜新闻台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新闻台